唯英物,記李丹玄石 這是唐朝宗業,唐德宗建宗四年七八三 唯英物離開長安,去做徐州刺史之時 記懷的朋友,並且講自己的近況 李丹玄石,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呢? 有些人覺得是兩個人,都難可查考了 作品也很難找到 有些人覺得是一個人 因為那個丹字,跟擔當的丹字相通 如果玄石是他的別字,是賞賞的意思 相應,而且特別是一陣子的第一句 他似乎是一個人 不過這些不是重點 這首詩的值得欣賞和精靜的語句 和一個人還是兩個人沒有什麼關係 去年花裡逢君別 今日花開又一年 世事茫茫難知了 春壽暗暗獨性面 身多疾病思田你 入有流亡愧風前 聞到玉來相問信 西流望月幾乎圓 除了人句最精靜 其他地方都是一般 當然寫得是不錯 但是好像寫成這樣也不少 就是說去年春天的時候 跟你離別 今天花開又一年 當然我們可以在這方面 欣賞中文的穩定性 千多年前的作品 那些語句今天 你一樣明白 那種境界那種感情 也是千古如一 是嗎?不用說了 世事茫茫難治了 春壽暗暗獨成面 不需要解釋了 可以體會可以同感 跟著那兩句 新多疾病 好像我們現在人到 中年都佔過了 佔入老年 更加覺得 整天要見醫生 這個必然的 詩填你 真是 為甚麼呢? 何必要還在官場樹打菌呢? 好像現在的人 我們現在在海外 甚麼所見 何必要經常見記者呢? 何必要經常用聰明的說話 來解答那些人的質疑 那些報紙的諷刺呢? 不如 這個俗語其實是一個傳統的社會 翻鄉耕田 因為農業社會 出去加入政府做事 到晚年退休了 歸隱了 故鄉還有幾毛薄田 可以支持生活 那就回鄉耕田 新多疾病 施田你 當然你說 不是喔 回鄉下 沒有這裏那個專科醫生那麼好 那些X光檢驗 MRI沒有 這個真是 所以我們都是做現代人好些 欣賞銀文藝 就可以回到古代 如果真是回到古代 恐怕又有很多問題 所以才慢慢要進步 要發展到現代 好了 講回這裏 最精靜跟著那句 前天也很敬佩 一有流亡 自己這個治理負責那個鄉邑 那個城市 有流亡 那些人要走爛 愧諷前 我都覺得自己那份身水 我都慚愧 我對得住 對不對得住 那個時候對不對著皇帝 對不對著國家 現在我們對不對著老百姓 這個以前據說 清朝有個這樣的官府 有個傳統的官針 四字句 提醒一下那些造官的 愈諷愈錄 就聞高聞之 你那些身水 你那些津貼 你那些假期 你那些地位 你那些威風野 全部都是老百姓的枝高血汗 下文就異弱 你就高高在上 老百姓那些藝文 草文就在下 但是上天難兮 舉頭三尺有神明 可以警惕普通的人 一般的人 但是有些自覺聰明 自以為很大力的 理你都傻了 真是 我就是 真是如果我長命一點 幾乎我就是掌握命運的上帝 你是不是害怕 不害怕 如果不是力道也不用那麼多 大奸大惡 所以靠神明 就不如靠他的良心 靠良心呢 就不如都要制度化 要輿論的監督 民氣民權的伸張 這個我們在那些 民主開明進步的國度生活 都很幸運 這些已經成為共識 古人來說 就真是唯有靠良心的自覺 靠神明的神靈的 好了 不過這句都是好 一有流亡 愧諷慈 歷代的評論者 我們剛才提過 范仲淹 范文正宮 就很欣賞 這句是人人之言 一個有人愛心的人 一種肺腑自願 良心的自覺 但是人人有多少呢 人人能夠自覺的時候 但是他同時又有人的限制 人的種種 七情六欲 一殺那奸 他的良知顯現 但轉頭又可能有世俗的考慮 所以靠良知自覺 好 但是力量不夠的 都是要集體互相監督 輿論公開 透明度提高 就好些 聞到欲來相問訊 這就應酬笑 聽說你想來找一下我 西流望月幾回元 我就盼望你快點來了 古代 我們現在看回好笑 很多事情都是很慢的 我們現在在你的手機書 看到短訊說 來了 立即什麼茶樓 那就去吧 前後幾秒鐘 古人什麼都慢慢的 那是整個條件 是不是 我都天天盼望你說來 好吧 望下又一陣 望下一陣 等你來等了幾個月 西流望月 每個月是圓一次的 哇 真的望到頸都長了 哦 現代人 因為太進步 非常進步 所以什麼都快 但是醫藥又好些 又長些命 但是現代人 就不用作那麼多詩了 有很多東西可以表達 順便都看 但是仍然是 可以讓我們看味 特別是那種胸襟 好 去年花裡逢君別 今日花開又一年 世事忙忙 難知了 春首暗暗 獨成棉 新多疾病 思填你 一有漏魔 愧諷刺 聞到欲來 相問信 西流望月 幾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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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 我已不知 你不知 也不知 你不知 明天 你不知 你不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